在六四事件31週年之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二會見了這場中國民主運動的生還者 再度譴責中共對民主活動的鎮壓 蓬佩奧在北京時間剛剛踏入6月4日零時 即是推特貼上和八九學運領袖黃丹、李恆青、李蘭菊 和作家蘇曉康會面的照片 黃丹也在推特上回應說 感謝蓬佩奧會見他們 他說這是一個精彩而富有意義的會面 他同時感謝蓬佩奧支持他們為中國爭取民主 隨後黃丹在面書上也發表了會面的照片 他說他和八九學生李恆青、李蘭菊 以及作家蘇曉康一起 在美國國務院和國務卿蓬佩奧進行了正式的會面 蓬佩奧表達了對於六四事件31週年的關注 並且希望了解他們對於美國應當是怎樣幫助中國走向民主化的看法 黃丹說他提出三個建議 一、美國對華政策應當轉向和中國的公民社會和中國人民直接對話 第二、在未來的中美貿易談判當中 應當將改善中國勞工的人權狀況 以及解除中國的網絡封鎖兩個議題 是放入談判的清單 第三、美國應當幫助中國人民了解包括六四在內的 很多歷史事件的真相 黃丹說這是30年來第一次有美國國務卿 公開通過正式會面的方式 表達美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 和中國民主化的關注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會見